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为什么功夫会被无数影迷 称为周星驰最牛的电影了 2004年的一部电影《功夫》 将新爷的大名彻底传遍好莱坞 好莱坞时报称 这是功夫喜剧的新高度 更是被时代杂志评为最好笑的功夫电影 时事今日都在影史流明 而功夫之所以会这么吸引人 电影中的视觉特效就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可以看出只要有打斗场面 几乎都用上了特效 不过也正因如此 在电影拍摄初期就遇到了困难 很多人都知道 刚开始功夫的五指是红金宝 但因为新爷拍戏的认真 以及他提出的天马行空的想法 让红金宝无法接受 于是两人经常在片场发生争吵 最后红金宝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剧组 有一个人我会觉得我不开心的 那我一定不会拍这个戏 因为我不是说一天两天不开心 我可以忍 一个礼拜不开心 我一接上这个戏 我要忍四个月到五个月 我有没有这种耐力能忍过去 接着周星驰就找来了袁和平 担任五指 袁和平虽然对武术很了解 但对于周星驰的要求也是难以理解 功夫中的电影特效 都是新爷先把脑海中的打斗画面 口述出来 再找画师进行描绘 然后再一比一还原 而袁和平接手的第一场戏 就是三大高手对战琴摸二人组 当他听到要将琴声变成骷髅兵后 瞬间弄在原地 好迷茫啊 什么来的 罗斯琴摸 什么来的 袁和平觉得这种创意太老套 缺乏表现力 观众可能没什么兴趣 当时我跟我爸爸在遗产面那边拍 我知道那些放牌 那些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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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那么好看 但作为一个五指 对导演提出的要求 又不能不听 所以袁和平只能照做 他自己说 他觉得是好看有信心 他说 一定照导演的意思来说 跟他意思来说 自己尽量扣证 照着新爷的思路 袁和平加大了演员动作上的力度 伴随着异扬顿挫的琴声 很快一群骷髅兵 和不同形状的武器 蜂蜂而上 这种虚实结合的五代场面 让观众感受到了极为震撼的世界冲击 也正是这次合作 袁和平彻底被周星驰折服 谁能想到周星驰在拍摄《功夫》时 片场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 影片中 周星驰在公交车上偶遇四眼仔 看到他瘦弱的样子 新爷便进行多次挑衅 没想到最后 却被四眼仔狠揍一顿 在拍摄这个戏份时 周星驰始终想不到 想要才能有喜剧效果 于是便与四眼仔的饰演者 冯敏恒 一同构思剧情 想了十几种方案 最终确定了这条 挑衅反被殴打的故事 想好之后 演员们就立刻投入到了拍摄工作 然而花了一下午时间 拍完了这场戏 当周星驰准备看回放的时候 却被摄像告知机位出现了问题 因此这场戏并没有拍进去 但此时天已经快黑 想再重新拍摄根本来不及 出现了这么大的失误 剧组人员都认为 肯定会被新爷骂 没想到新爷得知后 却平淡的说一句 怎么不早说 随后就让工作人员回去吃饭了 机位收了 但是望到太阳 咦 落个山了 了解新爷的都知道 他拍戏是出了名的眼科 生有失误 就会得到一顿批评 所以周星驰的这次反向操作 也让大家很不理解 直到最后才明白 他不生气的原因 即使因为当天拍戏的氛围很好 从头到尾 大家都很开心 不想扫了大家的心 所以才没有生气 而到了第二天 这场戏才不拍完成 周星驰的片场竟扬言要杀刘振伟 周星驰曾经扬言说 如果杀人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 我就当场就杀了你 当时你在现场吗 是这么一个情况吗 看到刘振伟笑得这么开心 显然这其中 定有内幕 周星驰在拍摄功夫时 想找刘振伟与他合作 但当时刘振伟刚与王家卫拍完 天下无双 自己要休息一段时间 便拒绝了他 最后不放弃的星爷 就打起了感情牌 你愿意帮王家卫 为什么不愿帮我 听到老搭档都这么说了 刘振伟也不好说什么 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而刘振伟也知道 周星驰片场暴君的称号 所以就顺势向他提出一个要求 我可以帮你 但你在片场绝不能骂人 只要被我听到 立马就走 有个条件 周星驰听后答应得非常爽快 然而在拍摄时可就为难了 在片场时 他极力克制自己的脾气 可到了拍摄爆牙针的戏份时 由于爆牙针一直失误 导致反复恩机 这一刻把周星驰气坏了 本来想要开口骂他 但转身一看 刘振伟就在现场盯着他 所以周星驰只好把到嘴边的脏话 给吞了回去 等到这场戏拍完后 周星驰便向刘振伟说 如果杀人不犯法 我现在就想杀了你 虽然这句话非常不礼貌 但刘振伟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乐了起来 甚至直夸周星驰有羞养 能把新爷逼到这种程度 想必刘振伟还是头一个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